哈囉大家好,我是Sing 我們來到了五月的最後囉 最後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鋼彈人物壇也會在五月份把這個反派系列做一個結束 接下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每個月都有不一樣的主題的鋼彈人物壇帶給大家 今天的最後一個大反派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是說我前幾天不是有發一支影片 是關於我以前是保皇黨的這件事情嗎? 有人居然懷疑說 欸,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保皇黨 我不相信你曾經是 你的ID是Sing耶,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為什麼我ID會變成Sing喔? 我其實最早的ID並不是Sing 是超級丟臉,挖自己黑歷史喔 來囉,我最早的ID是 I am Kira0518 我是吉拉0518 0518是什麼? 0518就是吉拉的生日,沒錯 我當時喜歡到連他的生日都記得拿來當自己的ID 用了大概三四年吧 差不多這樣子 我想在鋼彈板應該還能找得到我當時 用這個帳號寫下的文章喔 所以啦,再不相信我曾經是保皇黨 我也沒有辦法了 好,那麼我們前言已經講完 我們該進入我們5月的最後一個反派人物壇了 那個反派就是 歐普的獅子 烏茲米、納拉、阿斯哈 我知道有觀眾看到這邊已經覺得 靠你又要講什麼東西來顛覆我們的既定印象了嗎? 哈... 嚴格來說,這次的反派不是烏茲米一個人 而是整個歐普 那我會把我的邏輯跟我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一個一個的在接下來的影片中告訴大家 那麼我們就來開始5月份的最後一個鋼彈人物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掌握最新的鋼彈人物壇 烏茲米、納拉、阿斯哈呢 我們接下來都簡稱烏茲米 他是歐普的前任首長 應該說在故事的中間開始變成前任 因為他捅了一個大樓子,他丟了他手掌的位子 不過他也是把位子傳給自己弟弟啦 也算是一個黑箱 總而言之,我把他在故事中的軌跡帶給大家 重新瀏覽一次 你們再重新評斷一下這個角色喔 在SEED的前期呢 大家都知道5台鋼彈 地球聯合軍造了5台鋼彈喔 那這5台鋼彈協助開發的是誰? 沒錯!就是堅稱中立的歐普 所以一開始卡加里才會崩潰在那邊說 爸爸騙我,我們果然是怎樣不中立怎樣怎樣怎樣的 歐普的確天坦的地球聯合 事實上我真的覺得歐普在兩部裡面 這算說不侵略他國,不接受他國的侵略 然後不干涉他國的事物 這個Slogan其實在劇中沒有表現得非常好喔 因為其實你隨便看一段劇情,他都是在偏袒某一方的 除了最後的字爆以外 不過這個我們留到後面來講 因為5台鋼彈的協助開發這件事情呢 東窗事發,所以烏茲米被究責 要卸任變成前任首長 那位子也是傳給他弟弟Homura 所以首長還是傳給阿斯拉哈家的人嘛 基本快變黑箱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議會制的國家 雖然有五大氏族 但是事實上這個國家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在的 好,那在故事中呢 雖然說他堅稱歐普是中立的 但是在札富特追殺大天使號的時候呢 他倒是包庇了聯合軍的大天使號 其實烏茲米的登場時間並沒有很多 但是他給人的形象就是一個很好的指導者 直到他闖出了一個大樓子 我認為是讓他最顏面掃地的一次 就是帶著人民一起自爆 事情是這樣子的喔 地球聯合軍為了要跟在宇宙的札富特全面開戰 所以需要質量加速器 在地球圈擁有質量加速器的 國家並不多 歐普就是其中一個 那他們要強制徵收嘛 烏茲米錢代表呢 他不僅不願意提供協助 當然他是有權利不提供協助的 但是其實他沒有什麼籌碼拒絕地球聯合的邀請 那最後變成了決戰這個形式 當然我認為開戰並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你就是帶大家一起去死而已 那當然果不其然 即便是擁有最強調整者 號稱的協助呢 還是打不過那三個自然人喔 我是說這三個自然人到底有多強啊 能把號稱最強的調整者打成這個樣子 總之呢 雖然基拉他們已經散戰了 但是還是防不住地球聯合的侵略 最後烏茲米在他的痛苦的絕蛋下 決定炸掉歐普 那炸掉歐普的時候呢 他已經料想到要讓卡加利上宇宙逃跑了 那至於國民呢 他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嗯 當然在這一次自爆掉歐普的這個行動裡面呢 不只烏茲米一個人被帶走 很多他身邊的高官 輔助他的高官也都一起死了喔 然後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把歐普這個國家丟給了他女兒 呃 那個時候好像才16歲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決定 也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當時Seed在演的時候 沒有人會想那麼多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麼 因為小隻車超好聽 兩個人在哭 放小隻車 什麼畫面 你都不會再去想他的合理性跟正當性了 事實上Seed就是這個厲害 他可以在每個最難過的時候放下ED 或者是感人的插曲 好讓你完全忘記 其實你現在看的畫面非常荒謬 呃 後來大戰就結束了嘛 Seed的故事就到了第二季 可能當初福田也算是趕高趕出這部作品的 所以很多當初他的設定 他可能都不太記得了 歐普雖然說是首長制國家 但是 這不表示 歐普這個國家就完全屬於卡加利一個人的 賽蘭加的尤拿 你們都很討厭他對不對 因為他看起來很屁 我告訴你我也很討厭他 但是 事實上他差點拿到首長的位子 完全是一個正當手段拿到的喔 就算是用政治聯姻 那也沒有比卡加利一定要接受 只是在失去所有能附著卡加利的高官的情況下 卡加利能做出的選擇並不多 所以烏茲美到底為什麼要害你女兒落到這個田地 其實卡加利是蠻可憐的 但這件事情我會另外開一個影片來講 雖然我覺得大天使一眾很多人都怪怪的 甚至不太正常 但是卡加利還真的算是一個蠻倒霉的人物 後來大家也是知道的 在這個國民都在看的政治婚禮之下呢 基拉直接開自由鋼彈 把他們的手掌卡加利擄走喔 這個行為毫無疑問就是海盜行為 當初看可能會覺得很爽很過癮 但是大家換一個層面去思考的話 會發現如果你直接這樣子 直接把手掌綁架走的話 那個政權會落到誰手上呢 原本卡加利或許還握著最後一絲絲的政權 你把人直接帶走了 你架空了這個政府 自然 歐普就會落入尤拿手中 這是理所當然 完全可以預見到的 但是基拉他們他媽的就是不管 就是要把他帶走 然後歐普後來直接變成地球聯合軍旗下的旗子喔 請問這個帳要怪誰 這個要去算誰的 烏茲米要是知道他當初那個草率的決定 會導致這個情況產生的話 我不知道他會做何感想啦 但我只能說 無論是烏茲米或者是歐普的理念 在Destiny的時期完全掃地 阿加利不僅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甚至以前首長的身份亂入戰場 這等於就是在對歐普當局承認說 他放棄了這個職位 這國家就讓給尤拿了吧 所以尤拿拿到政權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雖然他很討厭 他惹人厭 但說實在他除了態度很欠揍以外 在獲得政權的這件事上 我倒覺得他完全是站得住腳的 當然他跟理髮聯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既然提到烏茲米的策略 全盤接崩這件事 那我就一定要提到後面最著名的 燕之飛 小鋼彈的登場囉 重所皆知後來因為 杜蘭朵在抓戰爭罪犯 洛德吉布列嘛 那因為 賽蘭加跟藍色宇宙聯手 所以杜蘭朵自然是找上歐普 要求歐普交出這個戰爭罪犯 歐普敵死不從 那也沒辦法那就開戰吧 但是後來你猜怎麼找 卡加里回到歐普第一件事情 是先去領 他那台帥氣的小鋼彈 然後也沒有發出任何停戰聲明 甚至也沒有道歉 然後札夫特就跟他們陷入僵局 事情越演越亂 結果來看 攻擊自由鋼彈 無限正義鋼彈 小三機聯合一起護送 吉布列上宇宙 啟動政魂群 轟爆了三座殖民地 這件事情我講了很多次 似乎是不用再提的 但是大家好像看漏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很重要的一個小地方 那就是 小這台鋼彈完全是貪污的產物啊 為什麼是貪污 首先小鋼彈的設定要先搞清楚 這台機體在兩年前 開發5G的時候就已經在做研究了 也就是說 烏茲米從很早的時候就在貪污了 這台小鋼彈的造價非常之高 高到當時的開發人員 不得不凍結這項計畫喔 光是他表皮的 那層鍍金的奈米裝甲 根據設定他可以造20台M1異端 這是在幹什麼 好吧我換一個說法 一個總統貪污 只為了留下一台超級昂貴的機密機體 給自己女兒 其實放到現實世界 這傳出去能聽嗎 這就是弊案啊 這就是貪污啊 只是因為當時 音樂很好聽 燕之飛很好聽 所以大家都忘了這件事情 喔對啦 欸小鋼彈不是有龍忌兵可以用嗎 為什麼烏茲米會造出這種他女兒 根本不能用的東西 再說 龍忌兵這個技術應該是 雜富特的吧 為什麼他會有呢 嗯 好啦這或許又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不過在這邊也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講 這完全是 就是Seed Destiny後期 臨時瞎掰出來的機體 已經完全不考慮任何 劇情的正當性跟合理性了 早在兩年前你就在研發這種 幾乎是超級機器人的東西 那兩年前你 國家會被燒掉的時候 怎麼不拿出來用 小的鋼彈的存在不僅是地暗 也是一整個不合理 難怪卡加利看到這台鋼彈的時候要哭 你知道Seed Destiny第一集的時候 他才對議長說過 太大的力量會引來紛爭 欸抱歉 同一時間你的領土下面有一台自由鋼彈 你們家機庫裡面有一台超級機器人 小鋼彈 啊 或許卡加利看到這台小鋼彈在哭 是因為他覺得他爸讓他好丟臉啊 他不知道要用什麼臉面對杜蘭朵義這樣 你看這只是小的部分就可以講成這樣囉 你再看看另一邊 卡加利奪回政權之後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麼 把尤拿五花大綁綁起來揍 這個不就是普通的政治迫害嗎 事實上我覺得Seed Destiny的後期 歐普這個國家已經越來越不要臉 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我就隨便拿一兩件小事來講就好了 Seed Destiny的初期 扎夫特的船隻才剛從歐普離開 馬上就被歐普被刺攻擊 這也難怪為什麼真飛鳥他們一行人會超不爽啊 我剛剛才把你們的手掌送回本國 你們馬上對我們開火是什麼意思 是幾個意思 更不用說兩年之間議長協助 讓歐普的難民有一個安生立命的地方居住 結果你歐普怎麼會暴打人家的 拜託議長沒有主動去打你們國家已經算是很仁慈了 你們知道嗎 最後我再講兩件會讓烏茲米哭的事情 第一 歐普的理念是不侵略他人也不容許他人侵略 然後也要保持完全中立 絕不向任何一方靠攏 但是事實上在迪士尼後期的歐普 已經完全看不到這樣子的精神了 他們不僅機體一半都是扎夫特的 而且還到處主動開戰 最後議長也沒惹他們 他們就直接衝上去打 你不是不干涉塔古事物嗎 我真是搞不懂這個理念到底還在不在 最後一件事情 烏茲米留下的那台小 最後給誰開去了 大家仔細想一想 沒錯 那就是在幾話前 還在柏林策劃一場大屠殺 的穆拉弗拉卡 那時候他還是尼歐耶 他記憶也還沒有回來 為什麼他們就這麼的有膽量 把這台機體交給尼歐開呢 難道不怕小就這樣直接被開回地球聯合軍嗎 而且剛策劃完屠殺的人 就開這樣子的機體開爽爽也不太好吧 就算他記憶回來了 他犯過的錯也不會消失啊 如果只論Seed的時期的話 烏茲米還勉強算是一個勇敢複裔的國家領導喔 起碼Seed的時期戰爭是結束了 但是Destiny的時期真的是完全出軌了 烏茲米想做的事全部失敗 前面的那些英勇在小這台機體出來之後 完全變成笑話 雖然音樂很好聽 讓大家完全忘了邏輯這回事情 但是只要用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正常的邏輯思考 這都是不對的 我當然理解他的精神有多崇高 但是把Destiny時期發生的任何事情補上去的話呢 烏茲米只是一個搞貪污 不管國民死活的昏君而已 而這樣子國家級別的災害 我認為是不輸我前幾期 鋼彈人物談講的任何一個反派喔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烏茲米的想法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哇靠心 你怎麼會這樣子講烏茲米 你怎麼會這樣子講歐普呢 可是我必須在這邊跟各位說很抱歉 歐普在Destiny時期 真的就是一個亂源 所有最糟糕 最黑暗 最莫名其妙的東西 全部都集中在歐普 所以我認為這個國家跟這個領導人 夠格成為反派系列的最後壓軸角色 喜歡這支影片麻煩 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很快就要來進入我們的回覆留言時間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掌握最新的鋼彈人物談 小弟這個常在巴哈版打混的 來講講信當年對鋼彈版的一些誤解 當年正在亂的時候大概分了幾派 一是喜歡Seed跟大天使勢力的 就是所謂的保皇黨 二是喜歡Seed 但是卻是喜歡其他勢力的 這是保皇黨初期攻擊最兇 也是立場最弱 三是舊友 老早就在鋼彈版打混如小弟等人其中 板上大佬也都在這裡居多 初期其實只有兩者實力在戰 前面老鋼彈迷還會 還會以 連G那種都可以了 Seed比起來還好啦 以求兩邊停火 但隨著兩派黨爭越來越誇張 連別人父母都問候的時候到了 第三勢力 也就是以大佬為首的舊鋼彈迷開始也怒了 開始主動與保皇黨交戰 並以他們強大的設定資料 以及他們的理工背景 沒錯 鋼彈版的大佬都有一定的理工底子開始 他們就開始智商壓制 結果就是保皇黨開始惱羞自爆 版規處理 稍後就是信講到的開始黑巴哈 以及篡改Wiki 順帶一提 當年保皇黨令人髮指的行為 代表行為之一 G那是不是歷代最強價值 跟G那比起來 阿姆歐亞都是 消音 攻擊自由 花壺 呃 或者自由 是最強的鋼彈 等等張飛打月飛的比較文 以及Highnew是不是抄襲攻擊自由的 對 對 這真的很還原當時的狀況 德斯尼寶皇派的爭吵問題 早在Seed時就出現了 當時原本非Seed才開始看的 包括我都認為Seed的劇情流程 基本上跟0079混入1.W 龍奧天的問題其實還好 G那也不是第一個 即使是0079的阿姆羅初期 也有這個傾向 所以那時吵得還不是很嚴重 更不是什麼怪事 畢竟從來沒有新進的 鋼彈作品不會被人噴 哪怕0079都有小說與動畫之爭 真的開始炸鍋 是好球鋼彈 就是攻擊鋼彈 暴雕猴開始 積壓的龍奧天開始突破界線 心智 且心智不但沒有成長 還越來越退化了 劇情走向開始混亂不合理 最後好歹勉強還是把該交代的都交代完收官 這時官方為了讓作品合理就開始陸續補一些設定 三劍同盟在這時就開始走向灰色了 兩年後Destiny登場時頂多被酸這次是超Z嗎? 大鍋是吉拉出現之後 大天使號一行開始各種作亂 雙方的爭議就大幅展開了 完結後官方一樣繼續補 結果越補 大天使一行就越黑 尤其當時日本本土以外的保皇派 大多數只有看動畫 而且對於剛 而且由於剛入門沒有能力去收集 也看不懂這些沒有人翻譯的資料 而主要開噴的像我這種老一派的 則在網路還不發達時就已經靠各設定書 雜誌、模型、書印肯生肉十餘年以上則不少 相對資訊要豐富得多 所以保皇派才會見居下風 十年過去後HD重製版戰火再開 不過由於當年的保皇派都已經長大 比較核心的也大多有能力去肯生肉 自己也當然發現當時大天使一行做法是大有問題的 自然不再保皇 當然保皇派還是有不少 但早已大不如前 哇這說了真的是很好啊 WOW 當年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很多我身邊也有很多當時是保皇的 然後甚至他回頭自己看劇情之後發現 欸這個這個 這群人真的怪怪的 所以就開始轉回去喜歡其他的人 不見得會喜歡議長啦 因為他做法有些人會覺得也還是沒辦法溝通 但是很多人會去喜歡OO 嗯蠻多的 破滅魔劍前期 稀有到不行的戰略兵器 破滅魔劍後期 超商都有賣的POKY 第一季智將第二季智障 這個這個 嗯 他騙我他是有智商 喔這真的超好笑的欸 這個這個真的是 這就是為什麼他是影帝 他騙我們他有智商 唉實際上我是真的覺得第二季被寫壞了 之前去剛才官方YT和巴哈補了一下鐵血 看到西諾社篇死去的那一刻 我就失去看全部的動力 一開始沒看鐵血 所以知道結局的我就覺得全面就全面了不起 但當我真正看下去時 讓我不敢 讓我不想面對現實 不想面對鐵滑團的全面 因為我已經對鐵滑團的每個人注入了感情 我真的希望他們都可以活下去 像家人一樣的活下去 唉我們誰不是呢 你誤會了 夏亞根本不把卡爾瑪當朋友 夏亞就是個標準的王子復仇記 不過下面已經有人幫我回了啦 他說 他有把他當朋友 他有把他當朋友吧 不然夏亞不會說你是個不錯的朋友 都是你爸不好 我個人覺得他是有把他當朋友的 但是儘管 儘管只有一點點 應該也是有啦 信大大 鋼彈人物團系列 有機會說魯露羞嗎 想要聽你說魯露羞 要說感動的作品 不得不提這部啊 其實我很想講 對 不過第一個會想講的角色應該是 善吧 你好信我是香港人 年紀比你大好多 是一個大叔了 但我自己很 自小已很喜歡Gondam 是由0079就開始有看 真心欣賞你這樣認真去研究Gondam 看了你的鋼彈人物團真的能 更明白鋼彈的人物和故事 十分喜歡你的頻道請繼續努力 謝謝謝謝 謝謝各位各國的好朋友們 各國的觀眾朋友們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的收看 還有支持喔 其實我很多香港朋友 他們小時候都在看鋼彈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就是 我們小時候是看 Animax 或者是 中式 不過 不過香港是看哪一台 我還蠻好奇的 我以前也是巴哈姆特鋼彈版常客 只是帳號被 A就沒再去了 曾經跟一個寶皇黨吵過 吵過 印象很深刻 拿設定跟他講 他居然回我 你們設定廚又要搬設定來壓人 官方設定不代表一切好嗎 我當下整個放棄治療 回他難道你 難道你 回他難道你腦補出來的東西 就是對的嗎 然後對方就開始 無限跳針 害其生命 遠離腦殘粉 其實我覺得看我頻道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遇過這樣子的朋友 這樣子的人 因為 這個其實是蠻 以前就有發生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靠 我覺得是相反啊 當初哪有 哪有什麼寶皇黨 我覺得你來晚了 那都已經 你絕對是沒有follow到 最可怕的那個時期 你在 當時的鋼彈版 你連天脈衝鋼彈 命運鋼彈 你都會被幹屌 當年在播映的時候 也是巴哈的意緣 版主說的是真的 在開播的時候 寶皇黨 寶皇黨根本一面倒 從開播前五集的時候 就一堆人把 飛鳥真劈得體無完膚 真的是這樣子 當年沒follow到的人 真的是可惜了 然後有一個朋友 他的留言真的是 非常的長 他叫阿農 哇這個 不是 呃 篇幅有限 我就先不念了 不過這位朋友的留言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是一個很好的 曾經是保皇黨的朋友 我覺得非常好 像他看完我的影片 還是喜歡黃跟攻擊自由 就因為帥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就是 不要緊 就是 你能 這個就是完全能夠接受這一切 的設定 然後還能愛著他喜歡的角色的人 我知道 基拉跟攻擊自由 還有自由剛才這個組合 對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不否認 所以 能這樣子 接受這一切還能喜歡的人 我是真心敬佩他們的 我覺得 信講到一個為何從保皇黨變成討厭他們的重點 就是因為長大了 基拉他們的所作所為 在一個有道德知道分寸的大人眼裡看來 其實就跟恐怖分子沒有兩樣 簡單說 就是一群沒有道義 沒有自治能力 只會腦衝的屁孩拿到核彈一樣 小孩子會覺得這樣很帥很酷很屌 但是大人會覺得這些人是亂緣 好啦其實還有很多留言是遺族之憾 因為其實真的這幾天留言算下來已經三千多 快四千個了 我每一則留言我都有看 特別喜歡的我會用大星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功能 如果我放一個大星表示我非常認同你的看法 還是感謝你們願意留言 發表這些這麼多的看法 豐富我的頻道 好再次呼籲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按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甚至打開小鈴鐺喔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很有趣 或者是你覺得很好笑 甚至 欸你要補充的 就麻煩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贊助最多 然後很有參考價值的呢 我都會放在下一支影片 像這個形式這樣子表現出來給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比 我們下支影片 好幾個字幕